大家好 这里是顺源文化秉森国学讲堂 我是王秉森 我的讲课风格就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今天咱们来谈谈性命学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大家一个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好名字的标准是什么 首先说性命学在中国是我们的一个国粹 性命学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虽然说当代人很多讲性命学的人 把性命学拥福化了 甚至是数字化 比如说这种三台五格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 性命学还是一门学识非常丰富的一门学问 它包括了历史学 社会学 民俗学 文化学 文学 文字学 符号学 心理学 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那么说到一个好名字的标准呢 实际上也是很复杂的 今天我们就简单地说几条 第一个一个好的名字 它要跟我们的八字相符合 首先说八字的喜用神 那么比如说八字熄火 熄木 那么在我们的名字当中 就要体现这个木 火的一个特色 因为汉字也是有五行的 因此呢我们在启明的时候 就可以根据汉字的五行 来对我们的八字进行一个补充 即一个弥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名字起卦 起一个卦 那么这个卦呢 看看是六十四卦的哪一个卦 那么这个卦是急 是凶 那么也代表着我们的名字 是好 是坏 再就是呢我们就要从因 形 意的角度 去判断这个名字是好 是坏 首先说一呢就是读音 这个名字读起来要狼狼上口 要不能够说谐音不好 比如说有些人叫姓范 名统 统一的统 这个名字看着不错 但是读起来就叫范统 给人感觉很不好 所以说这个音上要注意 第二个就是这个形上 就是这个字形也是很关键的 字形呢我们首先要避免一个生辟字 很难写的字 再就是这个名字 无论是两个字 三个字 甚至四个字 在一块的话 这组合起来 一定要上下左右要协调 不能够头重脚轻 不能够都向一边批 那么这是要注意的 也要便于签名 便于辨认 这是从字形的角度来考虑 再就是呢从这个字意 字意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因为我们要取个好名字 有寓意也好 要有好的出处 那么这个字意就是很关键的 那么我们启明的时候 对象有个好的寓意 那么这个寓意呢 就是要给人蓬勃向上 昂扬向上的一种感觉 那么这种好的名字呢 你自己就会感觉非常好 然后别人读这个名字 再给你一对照 也会给人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那么启明呢 我们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就是说要避免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前面说过 避免生痞字 避免谐音不雅 避免这个多音字 有些字是多音 我们就不知道该读哪一个音 但就是跟长辈 家人不要有虫字 这是一种不尊敬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名字 这个意一定要正面向上 你不要起些名字很怪 甚至像武侠小说里面 西门吹雪 甚至一些带一些武侠人物里面 带一些残字 乱字 贱字 等等 这些字都可以说都是凶字 那么在武侠小说里面 我们可以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尽量不要用这些字 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问题 还是比较浅显的 好名字标准呢 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 这也是一门很深的学位 那么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 或者是说 以及在我们的培训课程当中呢 就姓名学 才会进行一个系统的讲解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给我们留言 也可以给我们私信 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 进行回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